我所有的鬼故事经验 就是自己亲身经验最多就是在酒店 而且到哪里酒店都有 有一年Pattaya去出外景 一上去到了二楼三楼的时候 我一看 刚刚我们看到那个lobby 前面停车那个位置 上面那个屋檐 是一个好屌的游泳池 好屌 好大游泳池 就好多人在游泳池边 躺着坐着喝酒什么 就一直上上上 好 我等一下上去换衣服 我就要下来玩水 结果我一进到游泳池的时候 我有一点吓到 就是我刚刚看到都是人的游泳池 一个人都没有 不但对 不但一个 知道你要来都跑了 阿宅 然后游泳池边什么躺椅什么 没有一个是正的 就没有一个是照泳池 规规矩矩排在那边 要不就歪的 是乱的嘛 废弃的 要不就歪的 还有倒的 那没关系 没人最好都不要吵我这样 我就当游泳池 就瞧了一个比较干净的区域 就穿个泳裤这样 T恤脱掉 躺在那边晒太阳 然后想起 怎么有点冷 我想说怎么有点冷 晒太阳还冷 对 而且 帕特亚弄的地方 常年都是三十几度 不会冷 很热啊 怎么可能 对 我有点冷 有点冷我就 我就眼睛睁开 我就拿这个浴巾 就盖着身体 你盖上去觉得更冷 不知道为什么 它还是冷 还是冷 然后我呆一呆 差不多四点多五点 差不多我也该回去 准备要找东西吃 我一上电梯的时候 你电梯门打开 是有一个比我矮的男人 他是背对着我 那个人没有按楼层 他现在里面 我从二楼搭的 所以你suppose 再怎么样你都要按楼层 对啊 我就没有理他 电梯开来我就出去 出去在那个要离开跟门打开 关起来的那个瞬间 我还稍微看了一眼 就什么都没看到 因为我在动作 所以我想可能是 因为他侧身在那个角落 我刚好走到这个门口 所以可能看不到 看不到了 然后回去以后 我有一个习惯 就是我走到哪里会念经 我带着佛经会念经 我就坐在床上 我真的眼睛闭起来 你就听到那种 有小石头在丢那个玻璃窗 很小声 可是12楼耶 对12楼 12楼要丢啊 来的石头 小石头在12楼 到了丢第四颗我才想到 靠要我12楼耶 对啊 你怎么丢得上来 没有 我现在在念经 是最清静的时候 对不对 神佛都来 没有 绝对没有这种事 就石头一直丢 一直丢 我开始念到大悲哩的时候 那个窗帘上面那个铁花 是两侧整排这样 它不是一颗两颗这样 它是整排在那边 我都已经忍不住 就忍不住在那边 偷瞄 而且偷瞄的时候 你是真的看到 它整排 然后我没听到 越念越大声 越念越大声 然后我真的是到后面 我真的没有办法念下去 因为那个后来大道就是 那个偷瞄的时候 已经像是你窗户没有关 那个窗帘是 这是什么鬼片的情节 跟海浪这样 然后你就瞬间觉得 是不是我们念佛经 就冒犯到他 你原本佛经合上来 我真的躲下来的时候 就没有任何声音了 床脸也都不动了 你就边看电视 然后边还是想这个事情 因为刚刚有点惊吓 你就边想这个事情 去想说 刚刚有人丢我石头 丢到窗台上小小的 我真的把窗盘拿开 啪 拉开 哇塞 阳台上一堆小石头 真的有人丢啊 对 不知道哪里来 一堆小石头 突石车 对 而且它建筑物外面就是马路 马路就是沙滩 哪来的石头 没有石头 好了 我就去洗澡 洗完澡往外走 往外走着就一路走着 从浴室走出来 然后就是关那个窗帘 准备要睡觉 关完窗帘我转头一看 就是从浴室开始 它会有多的雾气会跑到地上来 所以它会有一段距离 是你很容易沾到 你刚刚踩的脚印这样 我只看到一组脚印 可是那一组脚印是 往里走的脚印 就不是 你是往外走 我是往外走 我看到一组脚印是往里走 最让我害怕的地方是 它那个脚印比我小太多了 小朋友还是女生 因为那个脚印就明显的 比我小太多 大概也就这么大吧 就这么大脚印 然后我还再走进浴室 我想说什么情况 算算免长吗 要外景管他的 然后我就上床电视关了 我就睡觉 我躺下去的时候是平躺 然后平躺呢 躺一躺我就觉得不舒服 你就测躺 我一测过来 就看到一个男的 那个一个背影 就是床只有很矮嘛 床离地大概也就是六十公分 三十公分吧 那个人仿佛就是下半身是砍在地下 然后上半身在外面 一个男人的背 一个男人的背影 我很清楚 因为那个头发什么 有时候看你洗澡 第一个直觉反应是没有任何害怕 只觉得这边有人就翻过来 但我一翻过来呢 他的脸在这里 在床边 而且那个脸没有五关 就有那个头发没有五关 我瞬间就醒了 瞬间就眼睛一睁开我就醒了 眼睛一睁开才发现 我刚刚那些动作 其实都没有发生 因为我从头到尾都还在平躺中 我根本没有翻身这件事情 因为我翻了左边 看到他背影嘛 对不对 然后我翻了右边 啪一下他那个脸嘛 我就惊醒了嘛 你在做梦 对 惊醒我眼睛一瞬间就睁开 所以我应该是侧身嘛 没有 我是平躺 我就真的害怕 因为你看到一个这么近的脸 胆子再大你也怕 对 我看到一个这个脸 我就不敢睡了 把灯都关了 然后就穿了一条短裤 我就站在门口 门外面 没多久工作人员全部回来了 因为灵异节目嘛 有带两个灵异老师 我真的一看到他们出来 就仿佛看到观世音符 没错 都要哭了你知道吗 观世音符它显明啊 哇塞 我就很 救星来了 对 我就很优雅走过去 而且走过去我也没对任何人讲话 我就直接冲那个两个老师 老师我可不可以给你换房间 最屌的是老师什么都没问 老师说好啊 就跟我换房间 他说你东西呢 老师你可以帮我收吗 你也会怕 不是因为被这样弄一下 你真的会怕你知道吗 贵王也会有怕的事 结果两个老师就帮我 我就赶快进到那个房间 然后我就没有发生任何事 我就没有再发生任何事情 第二天早上八点多 我比较早早 所有人都来了 就两个老师睡一间对不对 老师没来 两个老师换我那间对不对 有一个老师没来 为什么 有一个老师呢 有一个老师没来 那个老师是连夜杀到机场 后补第一班飞机就直接杀回台湾 其中一个老师 好 那结果没多久 我身后有个阿姨推的那个 打扫的那个车子 还有篮子这样的 很多打扫工具这样的 然后就从我身后用的泰文外 我们制作人翻译 跟那个阿姨在沟通的时候 就沟通到就 就讲了我的 那天碰到的事情 那个阿姨听完就 就讲了一句 然后那个翻译说 然后阿姨就从他的那个打扫车下面 拿了一份报纸 那个报纸也没多久 就是一个多月前的报纸 然后那个阿姨就说 是不是这个人 我一看 那个人 他一个人去住那间酒店 第三天 他被人家发现 他趴着 飘在那个游泳池上 然后他住的那一间 他住的就是我那一间 Oh my God 然后农月派完回到台湾 后来才知道那个老师发生什么事 那老师不是跟我换房间吗 对 就那个老师自己还拍照片给我看 那两个眼睛 肿得跟鲸鱼一样 被打吗 就跟泡泡鲸鱼一样 就被打 被鬼打 可是他自己说的 他自己跟我们讲的理由是 他是说 我是被鬼打 但是因为那边的那个龙王的女儿 想要叫我娶她 我不愿意 所以他就派兵打我这样 可是另外那个老师就笑一笑说 反正就是被打了 就这样 就这样